On behalf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I have the honor to welcome His Excellency Ludmire Zelensky, President of Ukraine, and invite him to address the assembly.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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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古拉山穿越柯克西里 路途八千多公里 历经七天七夜后 夫妻俩终于到达西藏 在一个靠近边境 名叫日当的一个小镇安了架 夫妻俩盘下一个门面 开了镇上有史以来第一家传菜馆 小镇人口不多只有千余 不过伴随着西部大开发 施工的车辆来往如之时刻落意不绝 陈凤银和丈夫经常要从清晨六点 忙到凌晨一点全年无休 辛苦是辛苦 收入却是当年打工的八倍 一天的流水账就是四五千元 夫妻俩就这么靠着一盘盘小巢 在一年四季的烟火器里 攒起了小家庭的家地 而妹妹陈秋芬的裁缝店 生意越来越差 甚至连付房租都成了问题 听闻姐姐在西藏开饭店生意火爆 于是带着丈夫前去投奔 有样学样做起了饭店生意 可因为没有做餐饮的经验 陈秋芬在西藏待了一年半 还是因为亏损关了门 第二次创业又失败 一切只能重新开始 不就后她回了贵州 这次他们决定去一个叫马江的县城 经营一家服装店 这次她找对了路子 石灰的裤子受到当地人欢迎 收入终于有了稳定的增长 夫妻俩熬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时间 陈秋芬的生意逐渐稳定 可姐姐陈凤英却面临着一场事业危机 小镇的工程结束 餐馆的生意日渐冷清 恰逢接到小姑子的电话 说他们那里的县城正在开发有钱赚 陈凤英两口子当即决定关掉餐馆 报告西去 陈凤英和丈夫的生活哲学极其简单 哪里有钱赚就往哪里去 小姑子说他们那里大搞城市建设 为了吸引投资人 政府承诺对入住商户免出五年税务 陈凤英听此消息激动不已 当即和丈夫关掉生意冷清的餐馆 然后去往广西 去广西之前他们回了一趟老家 用赚到的第一桶金 在县城里最好的小区 买了一栋160坪的房子 十年的艰辛奔波 总算是有了一点回报 仰头望向楼盘的高处 从贫困山区踏出道路来的夫妻 心里只剩巨大的满足 在短暂的休息之后 他们在孩子不舍有崩溃的哭声中 匆忙启程去广西 没办法停在原地不会有出路 只有东跑西跑才可能挣一点钱 然而一切并不顺利 小姑子进的是传销组织 还想拉夫妻俩发展下线 发财是不可能了 为了把小姑子拉出火坑 他们还倒贴了一万多元 此时的他们还不知道 前方还有数年漫长的坎坷 丈夫刘敬伟打算第二次进藏创业 西藏的姨父告诉他们 318国道要铺设百油路 在蒙康的施工队需要有人承包食堂 但需要先垫付40万的货食费 姨父一个人拿不出这么多钱 便邀请他们入货 夫妻俩东平西凑咬俩加入 然而千和同事施工对出而反而 临时加价到80万 小两口退却了 农民工出身的他们读不起 无奈只能回老家 等待新的创业集会 2007年春节后 他们接到一个电话 这个热闹是当初在西藏开餐馆的时候认识的 他打算和陈凤莹夫妇合资 去云南做建材生意 于是夫妻俩再次告别亲人 踏上创业之路 或许是早已习惯了父母长年不在身边 当初哭闹的小女孩早已长大懂事 尚且年幼的弟弟 重复了她当年的离别之苦 陈凤莹虽然不舍 但养家和养孩子她只能选一个 夫妻二人满怀性行去了云南大理 可现实却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生意冷情门可罗雀 没有客户也没有收入 和资人说的是 五万资金迟迟不到账 建材生意困难重重 他们又是门外还没经验 在亏损两万多元之后 夫妻俩只得关门 同时也决定先回老家过年 接后再零做打算 并赶在春运之前匆匆回家 因为按照当地的风俗 他们搬进行家的日子 已经让大师看过不能耽误 踏上拥挤的列车之后 夫妻俩才算彻底松了一口气 这样的场面 对于常年在外奔波的人来说 已实在熟悉不过了 无论成功还是挫折 家永远都是在外游子的温暖港湾 回到家中稍事休息后 他们进城来看自己刚装修完的房子 并早早选购了新衣的家具 这次他们才算完成了 由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变 他们在酒楼大摆演习 招待从乡下赶来祝贺 乔迁之喜的亲朋 陈凤云一家十年的奋斗 令前来做客的亲戚们羡慕不已 年后夫妻俩重操就业 在县城里盘下一个餐馆 但离人太低入不服出 最终也是以失败告终 盼爬和跌倒不断亡富 但生活依然要继续 坐上颠簸的长途客车 或者被挤持的绿皮火车 带往蜿蜒而模糊的前路 各地迁徙时间蹉跎 在奔腾的压路藏步江边 开了一家饭馆 那里有一个做到2015年的工程队 可以提供稳定的客流 他们重新拾起劳本行 全年无休令人疲惫不堪 但这是他们难得的机会 吃苦受累在所难免 由于是销本生意 他们必须精打细算 为了节省开支 夫妻俩包揽了所有工作 凭借着勤劳和实惠 他们在这里立住了脚 好在得到的收益 大约可以弥补身体的伤病 和家人的分离 压路藏步江旁的施工队全面开工 大量施工队进驻 夫妻俩的小饭馆变得一场火爆 刘敬伟扩建了餐饮场地 并邀请了厨师出身的表弟过来帮忙 甚至增加了娱乐设施 这一次刘敬伟成功了 这是中国五千八百万留守儿童的新生 这些孩子在老人的各代教育下 与人交往的能力大多显得交叉 陈淑芬的儿子 就是一个典型的留守儿童 敏感孤僻任性脆弱 陈秋芬召集起来 开始着手将儿子带到身边照顾 孩子来到父母身边仅仅几个月 就出现了判若两人的变化 重新展露出了天真的一面 与伙伴们一起上学一起玩耍 在这个小县城过着宁静而快乐的生活 几年后服装店的生意越来越难做 渐渐的只能够勉强为生 好在多年拼搏 也攒下了三十万的存款 夫妻俩决定再赌一把 拿出十五万重开一家皮鞋店 夫妻俩都是行动派 当即着手皮鞋店的筹备 开业那天 他租来三辆面包车打广告 在县城捞了好几天 亲朋好友钱来祝贺 第一天生意也不错 卖出七双皮鞋净利润七百元 从裁缝店到走南窗北 从服装店再到如今的皮鞋店 陈秋芬一家在贵州遮片一项 暂时拼出了立足之地 而当初在东莞一起打工的表妹刘永芬 生活对他则有另一番魔力 表妹刘永芬在结婚之后 并没有像两个姐姐一样去创业 而是和丈夫到了温州打工 丈夫杨凯云 在私人小座房做电汉工 虽然收入不高 但相较于工厂则自由了许多 刘永芬则在小工厂里劳作 重复着单调却稳定的日子 原本打算和丈夫慢慢攒够了钱之后 在座长远打算 但平地扎雷 一个消息让刘永芬复复慌了手脚 在老家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的五岁女儿 被人拐走了 那是无比平常的一天 爷爷带他去茶馆玩 只是看医护儿派 等回国生世孩子已经不见 听到说喜儿找谁 是 起这餐是分过钱的 夫妻俩连夜动身 到家是一世女儿兜师的第三天 他们去排出所报了案 连着三个月在电视台播放寻人消息 爷爷愧疚万分 拿着一打他寻人骑士 贴满了县城的大街小巷 可结果却如石沉大海 他们始终没有得到一点消息 孩子的兜师 成了这个家庭永恒的创伤 奶奶提起这件事就得流满面 为了找孙女 他们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 爷爷更是陷入深深的自责 做梦都想着孙女有一天会突然回来 年过失望我不见 我陪你来 我的不得偏激 我的爸爸 将近两年的时间 刘永吩咐复抛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 听到他在说 如果接那个面子 他发现是有好大好大的消息 好想看到 你去人是不是 这些看的都不是 有些大一些 有些点小一些都不是 一家人苦苦寻找孩子无过 但生活仍旧要继续 刘永芬和丈夫不得不返回温州 开始边打工边寻找女儿的生涯 后来刘永芬又要了一个孩子 这次他再哭再累 都要把孩子待在身边 但带着孩子打工并不容易 尤其是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国内民营老板的生意没况愈下 不得不移再裁员 刘永芬只得带着儿子回老家 现在孩子已经三岁 但女儿丢失的阴影 一直笼罩在一家人头上 所以全家人对这个孩子谨笑甚微 生怕再有任何闪失 爷爷奶奶对孙女的愧疚 全部折射到了小孙子身上 而刘永芬夫妇 也从未停止寻找女儿 从四川重庆到广东上海福建 他们的脚步不停歇 此时远在西藏的大表姐陈凤莹 也为孩子操碎了心 这些年来他们夫妻四处创业转钱 忽视了对儿女的教育 对孩子陈凤莹总有说不完的迁就 为了弥补 夫妇俩尽可能地在物质条件上满足孩子 对于教育方面花钱绝不手软 胎拳道画画英语跳舞书法 去县城最好的小学读书 他们也希望能够陪伴孩子 但面对已经稳定 并蒸蒸日上的生意 他们身不由于难以停下 直到2013年春节前夕 三姐妹相约相聚 三个家庭脱家带口 分别从西藏贵州浙江回了老家 这次见面 三姐妹的人生 都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当年一起离开农村 又在中年重逢 以彼此为镜像 看到了不同的命运跌倒 脸上早已有了岁月的沧桑 转眼16年 竟有种无视人非之感 所谓各自谋胜 各自成长 一大家子相聚在大姐陈凤英家中 他们开怀大小无比畅快 这些年的辛苦忙碌 在这一刻的相聚中都得到了回响 陈凤英和陈秋芬都已走出大山 表妹刘永分则选择回老家 用这些年积攒的20万 盖一栋三层小楼 她想留在家乡留在原地 等着女儿回家的那一天 三姐妹如同时代洪流下的细微尘埃 如果不是镜头跟拍了这16年 她们也将如千千万万的打工们一样 引入陈燕归于平凡 她们是时代洪流中的尘埃 虽然无力决定风吹往何处 却也尽力一次次随着风暴起舞 那些看似平凡的路 在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 都是波澜壮阔的事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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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